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幅图片里面呀 有漂亮的桃花 还有一些落在地上嘛 这幅画里有几个小朋友 他们在追赶着蝴蝶 而这个就是油菜花了 这四幅图画呀 请问我们的同学们能够用28个字来将它描述出来吗 好 有难度 对吧 但是呀 在我国古代呀 有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 他就用28个字呀 将这四幅图画呀 描写得非常的绘声绘色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有才华的诗人吧 这位诗人呀 叫做杨万里 他生于1127年 于1206年去世 自亭秀 号成斋以客 他与路由 范城大 油帽齐名 被后人啊 推学为南宋四大家 他的诗歌呢 大量的吸收了民间的语言 描述呢 十分的细腻形象呢 也十分的鲜明 平易自然 这是因为呀 他长期呢 居住在农村里面 所以呀 对农村的这种田园生活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描写的自然景物呀 也就自然的细腻 也就更加的亲切感人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是怎样运用28个字来描绘上面四幅图画的吧 老师呢 在朗读这篇课文的时候呢 同样的需要大家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标出你所不认识的身份 第二个呢 就是根据老师的停顿呀 来划分这首诗它的节奏 同学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好 同学们 你们已经划分出这首诗的节奏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宿 新室 徐宫殿 梨若 叔叔 宜静 身 树头 花落 未成音 儿童急走 追黄蝶 飞入 菜花 无处寻 好 同学们 你们的划分是这样的吗 好 在这首诗里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标题 标题这一部分呢 宿就表示过夜的意思 而新室呢 它是一个地名 比如它就跟长沙 北京这样的意思是同样的 徐宫殿也就是说是徐信人家开的店 这个标题呢 就表示说诗人呀 在新室这个地方 一个徐信人家开的店呢 过了一夜 这个标题里面呢 还藏着三个生字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它们 第一个字呢 是读作私物素 素字呢 这是一个平舌音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并且呢 你看素字它是一个宝盖头 跟我们家庭的家字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一定表示这个字呀 跟房子或者说跟家有一定的关系 好 在写素字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注意了 因为这是一个宝盖头 所以我们不能在这下面加上两点 这样就是不对的 素字呀 我们可以组词宿舍或者归宿 你看 今年呀 学校对宿舍就进行了装修 我们的很多同学们呀 现在还没有住过宿舍 但是当你们读到初中或者高中 甚至大学的时候 就一定会接触到宿舍 这呀 也是我们学习生活的一个小家庭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生字 这个字呀 读作西语徐字 这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 左边呀 是一个双人旁 右边是一个鱼术的鱼字 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了 双人旁要写的稍微的窄一些 而鱼术的鱼字呢 写的稍微的宽一些 徐字我们可以组词 徐徐或者清风徐来 我们也有很多同学是姓徐 对吗 清风徐来呀 我们可以造句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五星红旗呀 就徐徐升起 在这里呀 老师想跟同学们来分享一下 自己第一次去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时候的心情 那是在08年 老师第一次去天安门看升起呀 早上两点钟就起床了 以为到了天安门广场可以看到帅气的升起手 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才知道 啊 那里的人真是多呀 后来虽然没有见到帅气的升起手 但是当国歌响起看到红旗徐徐上升的时候 心中啊 也是热血沸腾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升字 下一个升字呢 是得燕电字 这个字啊 是个半包围结构的字 里边呢 是个站字 外面呢 是一个广阔的广字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字 也就是说 店面呀 需要占用广阔的面积 我们在写电字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这个广字呀 要写的稍微的宽一些 这样才能把站字给包围起来 第一次我们可以主词商店或者说旅店 我们有些同学的父母 可能也是某个商店的店长 商店呢 我们可以造句说 哎 这家商店的商品啊 物美 价廉 好 标题里面的升字与解释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前两句 梨落书书一进身 树头花落未成音 这两句啊 有一个升字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同学们呀 已经发现了 对了 就是位字 位字呀 这个字笔画并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 也就是说 它的第一横 一定要短于第二横啊 如果我们写成这样的话 它就是一个墨字了 这两个字 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位字呢 它表示还没有的意思 比如说 未来 未成年人 像未来就表示还没有到来的时光 而未成年人就表示 未长大还没有长大的人 比如说 科学家就预言呀 在未来的二十年内 机器人呀 将会进入到千家万户 位字 大家记住 它呀 表示没有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前面的简句 梨落 叔叔 一近身 树头花落 未成荫 梨落 就是指的 梨吧 而 叔叔呢 它的意思是 西叔的意思 也就是说 并不密集 非常的 疏 而 镜子呀 是指 小路 一条小路 一条小路 好 现在老师已经解释了 这三个字的意思 我们的同学们一起大致的来讲一讲 这第一句 它的诗意 也就是说 西叔的梨吧旁边 有一条小路 生向远方 好 我们来看第二句 树头花落 未成荫 位字 我们前面已经学到 位字 我们前面已经学习过了 表示 没有 而 荫在这里呀 是个通甲字 它表示的意思是 树荫 好 我们一起来试着看一下第二句诗 它的意思是 树头的花呀 已经落下了 但还没有形成树荫 好 简单的了解一下前面的两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前两句写了哪几种景物呢 第一个呢 写了 西叔的梨吧 还描写了小路 也描写了树 树呢 我们描写了树头的花 也看到了树一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两句诗 它整个的一个意思 也就是说 西落的梨巴边呀 有一条小路 向远方延伸 树上的花已经落了 但树叶还没有长得茂盛 浓密 好 同学们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诗的下面两句 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 无处寻 在这两句诗里呢 同样也有两个生字 不过呀 老师想先给大家学习 菜花的菜字 菜字呀 这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 上面这个草字头 就表示呀 这个字一定跟草本植物有关系 写菜字的时候啊 你要注意了 我们的彩字的第一笔呀 是撇 而不是一横 菜字呀 我们可以组辞油菜 野菜 比如说春天到了 老师组织同学们到山坡上去挖野菜 野菜呢 同学们可能还不太熟悉 但是我们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可能就比较熟悉了 因为呀 在物资还不是非常丰富的年代呀 他们可能就经常以野菜来冲击 所以我们的同学们呀 也要非常的珍惜 现在的幸福生活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生字是支威 锥字 这呢 也是一个翘舌音 所以在读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 锥字因为它也是一个半包围结构的字 所以呀 在写的时候 我们应该先写里面的这一部分 然后再写外面的这个偏旁不守 锥字呀 就表示跑的速度比较快 追 我们可以组词追求或者说追赶 比如说呀 在马路上追赶是很危险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同学们呀 在上学放学的时候 也要注意安全 好 学习完了生字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两句诗的意思 儿童急走 追黄蝶 急走 它就是快速的跑的意思 一个儿童呀 诶 很快的跑动 因为呀 它要追一只黄色的蝴蝶 但是这个黄色的蝴蝶 飞入菜花 无处寻 寻呢 它就是寻找的意思 也就是说呀 黄色的蝴蝶飞到油菜花里 就再也找不到了 在这一句里呀 我们可以看到它描写了哪几种景物呢 是的 它描写了耳朵 描写了黄色的蝴蝶 也描写了金黄色的油菜花 好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尝试着来解释一下这两句诗 它整个的意思 这两句诗啊 也就是说 一个孩子呀 奔跑着追逐着翩翩起舞的蝴蝶 可是蝴蝶呀 飞到金黄色的菜花丛中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好 我们再来一起分析一下这两句诗 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 无处寻 像急走 追 就描写了孩子们呀 去捕捉蝴蝶时那种急切的迫切的心情 它又好胜 又好强 追捕到蝴蝶呀 也感到十分的懊恼 这两句诗呢 就描绘了儿童捕捉蝴蝶的那种欢乐的场面 你看 飞入菜花 无处寻 无处寻 这三个字呀 就给读者啊 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呀 它将一个活动的镜头呀 转为了一个静止的镜头 给读者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广阔的想象的空间 反复呀 我们面前又浮信出一个 面对着一片金黄色的菜花 挠手 顿足 有不知所措的儿童 好 经过我们前面的分析呀 我们对整首诗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整首诗 诗的前两句呀 描写了西树的篱笆 还有一条小路 也描写了树头的花以及树叶 这些描写呢 都是一个静态的景物描写 而后面呢 诗人描写了儿童来追赶黄色的蝴蝶 蝴蝶呢 飞到菜花里面再也找不到了 这两句呀 是一个动态的描写 这种动静结合的写法呀 是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 将动态与静态的景物结合起来 可以使我们的文章啊 显得更加的形象 更加的生动 就像老师刚刚分析过的诗的前两句和后两句一样 所以呀 我们呀 在自己的写作中 也可以借鉴一下动静结合的写法 如果我们孤立的只使用动态的描写 或者只描写静态的景物 这样呀 文章就显得比较枯燥 如果我们运用动静结合的写法呢 就可以以静写动 以动啊 来称静 这样就会塑造出更加栩栩如生的一种艺术形象 好的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 素西式徐宫殿这首诗一个整体的意思 梨落疏疏一句声 它是指呀 虚落的篱笆边呀 有一条小路向着远方延伸 树头花落未成一 是指呀 树上的花已经落了 但是树叶还没有长得非常的茂盛 浓密 儿童急走追黄蝶 一个孩子呀 奔跑着追逐翩翩起舞的黄色的蝴蝶 但是这只蝴蝶呀 非常的调皮 飞入菜花 无处寻 它呀 飞到了金黄色的菜花丛中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好 我们已经大致的了解了一下 这首诗它整个的意思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首古诗它的一个主题 这首诗呢 描述的是作者呀 在新世一个徐信人家开的店里 过宿一夜之后呀 看到的景色 诗人呢 将景物与人物的描写呢 融合在了一起 使我们的印象呢 非常的深刻 这首诗呢 一方面呢 就描写了农村啊 那种美丽的景色 另一方面呢 也向我们描绘了一个 非常调皮 活泼的儿童 也向我们展示了诗人呀 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一片童真 好 我们学习了这篇课文呢 老师给大家留下了两个作业 第一个呢 来背诵一下 我们学习的两首古诗 第二个呢 老师希望同学们呀 能够收集描写春天的古诗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